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年2016年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观光客 所以今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也借由这部片借由明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手笔 能够为我们台湾的美景 我们台湾的观光更上一层楼 推上国际舞台 沉默是马丁史科西斯筹备近30年的史诗剧作 故事讲述一名耶稣会传教士 被派到17世纪的日本 而后受到迫害变成地下教徒 全片从文明村庄到原始荒野 全在台湾举景 是好莱坞罕见全程在台拍摄的电影 电影知名剪接师萨马史库迈克 也对宝岛的热情与美景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一个美丽的经验 我非常感谢台湾开了他们的手 并欢迎我们非常美丽 我非常愿意 我们是第一次拍摄的拍摄 透过沉默的推波助澜 观光局相信将大大提升台湾美景的国际知名度 进而为宝岛观光注入新动能 感谢台湾美景